它不是捲住的 它是一些廣州的 我都喜歡芝麻 有些豬大腸 雞仔餅 沙騎馬 自己做的一看就知道了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我有機會來到銅鑼灣 我竟然可以去銅鑼灣 但其實這叫銅鑼灣廣場 這間銅鑼灣廣場已經很多年了 至少20多年 不知道有沒有30年 但肯定有20年以上 以前士加堡是很多華人聚居移民 那些廣場經常改名的名字 讓你們有回憶 讓你們掛念香港 因為你移民 離開了香港 你來了加拿大 全部名字都不是那些名字 你的人可能不太開心 所以它又說銅鑼灣廣場 新旺角廣場 又時代廣場 這間店叫老西關 其實我想來這裡很久了 這裡在哪裡呢 我身後面 我身後面 這條Shepard 那裡是 Grimley Shepard的Grimley 在我未爆進去 吃粥之前 希望大家手行 做下你的指定動作 那些按鐘仔 Subscribe Share Like 那些全部指定動作 剛剛坐下來了 先拍一下餐牌給大家看看 餐牌是一盤綠色的 硬皮寶 這間是老西關 這盤是老西關 這盤是老西關的字 這盤是老西關的字 也有 它自己的Logo 這間我很多很多很多年來前 吃過 它不是叫老西關 它改了名字 我不知道它有沒有轉過手 很久很久才來吃 它的生棍粥是很棒的 剛才叫了一個 港式炸糧腸粉 炸糧 然後叫了一個 九黃豉油黃牛肉腸粉 它有一個OK的字在旁邊 那就試一下吧 本來我叫及底粥 但我想吃魚片的生棍粥 於是它提議我們叫了一個 生棍魚片豬雜粥 另外小食在後面 有這麼多樣的 我剛才看到它有一個很有趣的 叫做家鄉薑煎蛋 不知道是不是把薑汁倒進蛋裡煎 我真的不清楚 不過薑我自己一般 這裡又有甜薄餐 這些都是家鄉食物 剛剛來了一碟 九黃牛肉腸 它好像有點刮刮腸的感覺 原來 九黃牛肉腸 我看到有些生菜 九黃和牛肉 好 先試一下 先吃牛肉腸 有一張九黃 很滑 它腸粉很煙韌 但是不是很滑 我覺得還是普通了一點 炸了這個豉油 我們不要淋上去 我們在底部 然後這樣 我們記得要加芝麻 我最喜歡芝麻 炸兩船 由壽司船去炸兩船 腸粉是否算薄呢 薄於上次那間 那我試一下 炸瓜是脆的 炸桃皮 不是說很薄 但也不是很厚 剛剛好 它的甜醬很稀 看它的甜醬很稀 所以你其實要加很多 才有效果 魚片豬雜粥 這個是 臘魚片來的 它說 有豬雜 剛才豬雜 有豬潤 有些豬大腸 我想都是及底足的材料來的 蠟魚片 有沒有豬肉丸 沒有 它沒有太多卸水 是否稠一點 魚片也沒發覺剛剛好 粥底也挺好吃的 試一塊豬潤 豬潤就不是很大塊 但是有薑 蔥 嗯 這塊不是豬潤 是豬肝 這塊是豬潤 這塊是豬潤 試試看 豬潤也不爽 但它這個粥挺好吃 很鮮 很鮮 其中一個我印象 為何店舖的地方 就是它的薑絲切度很幼 所以這個值得讚 吃完了 其實我自己覺得 在斯加坡吃東西 那些豬潤 的份量和價錢 真的比較便宜 因為它剛才那一碗粥 是好多了 那一碗粥其實是拆蚌雞 叫做魚片 那一碗粥叫魚片豬潤粥 拆蚌雞 幾位多了 而且它的豬潤 是沒有味的 即是它是啤水都啤得 也挺好 它的豬潤每一粒不同的豬潤 因為它有豬腰 豬腸 豬心 豬不知什麼 蜜啊 爽身的 豬味都沒有 它的炸兩份量都OK 九黃牛肉腸粉很大 才是六個二毫半 它腸粉我自己覺得 是乾了一些東西 即是乾的意思是甚麼呢 我不是真的乾 我覺得它 不是那麼油 即是有些人喜歡 因為健康 可能 但是我自己覺得 它做過腸粉的時候 可能落少了又去做 變成腸粉本身 那個皮 乾了一些 這個是我自己 有些人健康不出去吃那麼油的 或者有些人出去吃壞的 這樣就 每個人不同 對吧 原來這裡也有幾多店 有一間超技食品有限公司 很吸引我 因為有些 老香港的食物 還有這些笑口組 牛耳餅 我們先看看 這些有杏仁餅 杏仁餅 五元 24268 有八九 有些合桃雞仔餅 護片就賣光了 花生糖 有機花生糖 有自己做的馬仔 馬仔就不同 外面的 它是薄片的 杏仁片糖 杏仁片糖 我們現在買哪幾隻 拿吧 這裡有些大合桃酥 蛋卷 蛋卷很大條 特大 全部都在裡面自己的座位 今天我又分享到第二間店鋪為止 這裡就在我剛才吃粥的旁邊 搬